菲律宾驻华大使亚马斯,为了庆祝菲律宾独立七十三周年,今天下午六点钟,在菲律宾驻华大使馆举行庆祝教会。 严副总统、张旭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等政府首长和各国驻华使节等一百多人都曾经前往道贺。 酒会中并且全体宾客举杯护驻两国国运苍隆。 接着,亚莫士大使并且代表菲律宾政府颁证勋章给日本驻华大使版元秀,以感谢他在担任日本驻菲律宾大使的时候对日非两国友谊所做的贡献。 亚莫士大使也增讯给我国国防部情报次长陈玉峰,感谢他对菲律宾的帮助。 充足他的总统内衡天 sun otro城或以爱言辑公四国开展轤道 他在方面对曼福群的解析 players他有什么市场所做的或者国家和合选elt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请忙ateur博底宾和歩明里的图新闻